好 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容器的操作命令 容器的操作命令有很多 然后我按个说一下 比如run 我们上节课讲过 通过run指令可以把一个竞相启成一个容器 然后还有一个指令是也可以启成容器 但是这个容器启完之后 它是一个create一个状态 它没有是up状态 是create这个指令 还有像start stop 这些start就是因为容器也可以进行停止 比如stop掉 我们可以再把它start起来 停止容器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stop 还有一个是kill 直接就相当于杀进程把它kill掉 还有一个是restart 就相当于把容器重新启动一下 下面这两个命令是 暂停 就相当于把容器暂停 然后下面再恢复 是这样一个操作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容器 比如说 我们先看一下本地用的一些镜像 通过enginx这个去充电 就是down-run-p-d-p-8680-0-name 就是就叫做app 然后enginx1.1.2.1 好 创建一个容器 好 可以看到 这个容器已经启动了 启动了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stop掉 再进行查看 它就已经是退出状态 然后再把它切起来 好 它就是已经是up的状态 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up的状态 好 我们也可以restart一下 app st art app restart 这么一 我们也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也可以kill掉 比如说app 然后我们再去查看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退出的状态 然后也可以再把它起来 后面加app 这个app也可以加 加成是容器的id号 这个都可以 好 还有一个是 暂停 app 可以看到 就是stagram已经把它暂停了 那么怎么恢复 把它恢复 把它恢复 你看到 又是up的状态 好 这个就是容器的run create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create 也可以 比如说刚刚内嘛 也可以起一个刚刚内嘛 然后比如说刚D刚刚内嘛 然后比如说刚D刚刚内嘛 然后是verb 这个 re Ruth 1.1.1.1 create 直接 不需要 锅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create的状态 但是还没有把它提起来 所以是 现在这个容器不能继续访问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Logs是查看这个容器 有哪些日志会输出 Lstates是查看这个容器的信息 它的监控支援的信息 可以看一下 说是APP 可以看到这个容器 它使用的CPU内存 以及网络流量 使用了多少 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Top和Port 还有Exec 还有Tents 这些命令 是什么意思呢 Top是可以敞开到容器 因为容器里面 也可以跑多个进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容器最消耗进程 的是哪个进程 Port是看一下 我容器和本地的主机 映射的端口的信息 Exec 而Tents 这个就不去过多的去解释了 因为这个命令不好用 后面会把它废弃掉 主要讲一下Exec这个命令 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Diff这个命令 它会看到就是当前这个容器里面跑了多少进程 可以看到就是另一次这个进程 好 然后是Port DofferPort 然后APP 可以看到 是当前数据本地的80端口映射了这个80 好 如果有多个刚批的话 会显示到多个信息 然后Exec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因为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想登陆到容器里面去看一下到底是起不起来 或者说有些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我会去登陆进去看一下 APP ESEC 就是起动一个尾终端 然后把它连进去 就是相对于是CEL终端 然后这个是容器的名称 这个这个地方可以写容器的名称 也可以写容器的ID号都可以 然后后面加一下那个启动的是Best 这样的话就登陆到了这台容器里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右边上像有小的Nins的 FML下面也有哪些文件 都可以看得到 好 这个是ESEC的命令 那我们如果都操作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退出 ESIT 那么退出完了以后 这个是不会把容器退出掉的 它还是正常的up状态 如果使用attest的话 这会attest进去以后操作完了之后退出 这个容器会进行退出 所以它相对于是把这个进程结束了 好 那么经常用的就是ESEC 那么DIF 这个就是跟0.14mini下的DIF是一样的 比如说APP DIF 还有Docker 比如说DIF 因为没有起来 所以DIF不到 可以看一下当前这个容器里面 它有那些文件是一样的 或者不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第一个命令是查看 inspect 这个是查看容器 还查一查容器 还进行的这些详细信息 是inspect 这个也查看 还有update 这个是更新容器的信息 就比如说我们 也可以给容器做一些配额 比如说它的内存是120 先给它128兆 后面我们可以改成256 或者更大的一些信息 而copy 因为我们有的需求是 把容器里面的一个文件 copy出来 也有的需求是 把输入机上的一个文件 copy到容器里面 这是copy的命令 然后export是把容器 保存成ta文件 这个也都可以的 还有import是把ta文件导入 导入到那个 镜像的列表里面 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rm 是把容器删掉 因为我们有创建了以后 我们容器该怎么去删掉 基本上这个export和import 这个不是经常用 用的最多的时候 我们在下集课讲的是 save和load 这两个命令 好我们重点演示一下 update copy 以及rm 这三个 这个inspect会 也会用到 因为我们更新了以后 我们会通过expect去查看 到底更新成功 还是没有更新成功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演示一下 copy这个命令 好 因为创建容器有两个过程 第一个是create 第二个步骤是start 所以我们现在是create create以后 就能拼音copy文件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我们先来copy 看一下copy的 命令 我们比如说 现在先把一个容器里面的 文件copy出来 啊 copy 然后容器里面的文件 比如说 是app下的 usr ins index.atml 把它copy到登前本地 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copy出来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copy进去 比如说 docr copy index目录 把它copy到 容器 的目录里面 app tmp 这个目录下 然后 我们再登录进去 app 可以查看一下 已经copy进来了 这些都没问题 这是copy命令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update和expand 这个命令 比如说 我们再创建一个 比如说 d-p 88.80 gobname 然后 赌卖 分禁音词 1.11.1 这个就要创建的 然后 我们想把它删掉 删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 它是up状态的话 直接运行up 是删不掉的 所以需要执行一下 更 强制把它删除掉 这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这个容器就会被删掉 然后还有一些 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想给这个容器 加一些限制 比如说它的内存 只能用到 128兆 可以给它做一个限制 做完限制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 inspect的这个命令 去查看 比如读码 可以过滤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内存是128兆 然后我们可以更新一下 比如说update 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帮助 它可以更新内存啊 cpu啊 内核 很多 这些参数 更新它的策略 直接都可以去更新 然后我们就更新一下内存 update update -m 比如说我们要更新到 256兆 是 主板整个APP 然后我们再来查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的内存就更新到了256兆 这个是动态的 直接就可以更新了 好 这个就我们演示了一下 inspect 以及update 还有copy 以及rm 这些指令 那么eSport 就是把容器 保存成一个ta文件 以及import 因为eSport 它会把当前状态下的这个 保存成这个ta包 它会丢失一些原数据 所以不如save和load 那个特别全 这边eSport和import 这个用的地方也不太多 所以咱们就不花时间去 重点去讲它了 好 那么这节课 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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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